Hello大家好 我是蜜子晶 好久不见宅家系列鸡的美食 你们最喜欢吃哪一种呢 今天我要吃的是 你们从来没有吃过的 伯伯瑶鸡 卢森伯伯鸡和瑶鸡 结合在一起 这里有一份全家鸡 瑶鸡 五股鸡爪 鸡菌 再给自己加分餐 三文鱼 瑶莉贝 牡丹 虾 下边啊 给我今天这个吃法 取个名字 上汤 伯伯鸡的红油 伯伯鸡香煎白芝麻 多来一点 这个芝麻真的巨香无比 有了这芝麻 所有的食材口感会更加有层次 对受不了这种红油的汤汤水水 尤其是在深夜 瑶鸡的汤汁水淋上 什么神仙味道 今天没白米饭 直接用大蒜来凑 喝的备好 开动了 先把牡丹虾给我下进去 三文鱼 把面背 一定要轻柔的 让每一个食材更多的布满这个白芝麻在上面 这种时间 发狂的好吃 回温了 就是要吃这种美食 來吧 这辈子真的没吃过这么嫩的鸭肠 特别温柔 一点都不完皮 不会在我们喉咙里面打架 这个小吃就看上去它会很油很辣 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会 整个就是香 三文鱼捆个鸭肠 你们现在还好吗 说得了吗 真的我都说不了了 可太香了 一口尖一口 吃薄薄鸡如果想要吃的辣的话 就自己打辣椒面 五骨鸡爪 真的绝了这个鹅肠 脆到我打从心底里觉得它是鹅肠 而且就是鸭肠 这里有一份全家鸡肠 所以刚才不是全家鸡肠 就是鸭肠不是鸡肠 我还说今天这些主题真不错 给大家拼了一个全家福 走错了走错了走错了 你们肯定要问今天我这个 薄薄鸡调料哪里来的 就我们家附近卖薄薄鸡的一个姐姐的 鸡爪真的在我们大中国 有好多种做法 好多种美食 你们最喜欢吃哪一个 我哪一个都爱 就只要吃鸡爪 任何做法好吃 大家应该都喜欢吧 我好久没有吃咬鸡了 小鸡屁股 再来一个鸡腿子 红油咬鸡 还挺滑 没有我想象多的好吃 我觉得咬鸡还是要吃肉的 这鸡的口感不软了 我还喜欢吃软的 好奇怪 这红油明明就不辣 也不是特别的重口 我感觉 咬鸡的那个吊菜的卤香味 全部都没了 完全没了 一般做咬鸡 是用的什么 什么 这鸡 这鸡感觉比较小 而且很嫩不柴 但是我这个咬鸡 为什么在镜头下面显得这么小 我看其他美食博主 然后咬鸡就显得很大 比他们的头 他们的脸都还大 老头说我自己的脸 太大了 没有 越吃越好吃 半只鸡还是加热了再吃 主食时间到 来了一份泡面 拌一下 小贝 碎了一下 无聊 你好碎的 锅满芝麻 不错不错 真不错 这面好劲道 我们现在一个泡面几口吃完 泡面不够 鸭层来烫 它为什么被浸泡之后压弯了腰 我今天这些你们最惨哪一个食材 这一波调料如果会就是以前的话我可能是荤菜八个蔬菜五个主食三个 但现在不能做这么多 那我就分好几期吧 我还剩了这么多的调料 我再来想一个什么创新的吃法 或者你们也可以告诉我 红油薄薄鸡调料还可以腌什么 或者想看我去腌什么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跟我一起做一个快乐的戳吧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蜜子蜜MariusMS 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呢 我会在上面积极回复大家的 只有我今年真的变得额外的温柔了 样子哈 我就是说的样子感觉 感谢观看